屎嫂 增加 嘿大家我是報紙的方朝友 今天我們來到了桃園國際棒球場 今天是熱天桃園出戰富邦漢將的比賽 今天這個是我們第一次來參加動止啪的主題日 其實我從當球員的時候就一直有動止趴這一個派對 但是我打直棒六年 包含退休三年九年的時間了 我沒有參加過一次的動止趴 動止趴就是今天在賽後會有人唱歌 會有一人來唱歌 還會有球員也一起唱歌嘛 今天我們就來聽聽看這些球員他們的歌火到底好不好 真的是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自從我們知道動止趴日期之後 我們就馬上敲定今天以及明天都會來到現場 來拍攝一下動止趴 他們到底是如何去運作 為什麼這一個趴被稱為是一個大趴 我們今天也看到他們後面這裡有一些類似闖關遊戲的 那這些闖關遊戲現在也在主場球隊都越來越普遍 大家都各有各的特色 那也會因應他們的贊助廠商做一些些的改變 那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他們今天會玩一些什麼樣子的遊戲 多舉辦這個樣子類似的活動 讓球迷跟球隊可以有一些互動的連結 這是很好的事情 那等一下也會帶大家到佐愛野去 他們有一個大樂放鬆席 那個是新開放的一個席次 等一下也帶大家開箱一下 好出發 Go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球員的賽前練習 因為我當球品那一天 我幫那一輪加持 加持到他3K 我今天找總教練 你剛才怎麼會加氣鞋 他說3K 人家還有在 有啦有啦 有啦 過了一天去過 我都會加他喔 加他在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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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在這裡耶 他可能已經打幾天習結束了 因為裡面是球員自己私人的空間 所以我們可能沒辦法進入到裡面去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靜靜的等待他出來 那天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加持 把他加持成那個3K 握著一次他的球棒之後他就3K了 等一下他如果有出來 我再跟他道歉一下 對我覺得是因為你把主場連敗的魔咒 對 所以那天主場才會贏 對 你把那個魔咒傳到他的球棒裡面 所以他球棒積滿了 這個很不好的那種 追氣 剛剛跟總教練聊天 總教練說 再這樣打喔 馬上就要下去了 他說還會再給他機會啦 那一輪加油 我是同學真的認真想幫你加油 可是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那一天因為人在台南 所以主場球隊要贏 今天我來到桃園 主場球隊也要贏 就是黑桃園加油 欸 敏勳 張敏勳是一個很好的扶手 其實那天我在當球評的時候 張敏勳他的引導 真的是引導有功 雖然說最後是輸球 他帶給投手那個安定感 是我從球評室都感覺得出來的 好扶手 啊 你跟我們放幾個3K了 注意喔 你說3K喔 3K就是3K 沒關係我告訴你 今天特動的 我剛才幫你跟人總教練說 還有我的機會啦 你說OK 把握機會喔 剛剛一群人出來 剛剛說 你來都輸呢 對於我這個同學 我也是 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啦 真的希望他可以有好的成績 本來想說 今天看有沒有辦法賽前 訪問一下 陳薇喔 陳陳薇他現在正在練唱歌 因為他今天賽後的動止趴 他要上場去唱歌 我們今天也會把動止趴的畫面 把它拍攝出來 但是 因為 會有音樂版權的問題 所以可能沒辦法有聲音 這個要跟大家 抱歉一下 但是我們還是會盡可能的 把所有今天動止趴的一切 都把它記錄起來 所以會有球飛過來耶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拍到很小心喔 我在這裡拍起來 你看球來了 等一下我們到那也是很危險的喔 我帶你們到危險的地方 大樂放鬆區 Let's go 富邦和江正在打擊練習 所以會有球飛過來 應該打不到那麼遠了吧 現在我們帶大家來到了 大樂放鬆區喔 那這裡就是會有一些桌椅 這應該可以八個人做吧 然後這一邊人家比賽會有Buffet 那下面呢會有一個草皮區 可以讓小朋友玩耍之類的 跟大家說球員其實 他們在賽前練習 結束之後 進去裡面吃的飯 幾乎都是這樣子Buffet 跟著一模一樣 所以只要來買這裡的票 基本上你跟球員吃的大同小異 現在看到這個我在想到 那個時候我在裡面比賽 都是賽前練習打完 洗完澡之後 浴巾圍著之後就吃飯 就是這樣子 現在看到這個喔 真的格外懷念 最特別的是它的下方 紅色的地方就是樂天桃園 他們也會安排樂天女孩 來到這裡 可以在比賽中跳舞應援 跟大家一起同樂互動這樣子 就球迷的角度其實是非常樂見 現在我們國內的球團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把這些座位 把它做更有效的規劃 像桃園棒球場的左外野 這個地方 他們把它安排成這樣子 其實是非常不錯 又有樂天女孩來這裡跳舞 又有得吃小朋友 又有得玩 也希望說各個球場都可以跟進 做球場就是這麼大 那它可以劃分很多區域 像熱園桃園 它也模擬台南球場做那個鑽石席 現在左外野又規劃這個大勝區 那還有在他們的三壘側方向 靠近左外野的地方 還有一些烤肉席啊 等等的這些席位 其實利用這些席位 讓球迷朋友們有需求的 都可以來一邊看球一邊購買 為什麼我們會發現這一點的重要性 我在紐約大都會球場 看到他們的三壘側 靠近左外野方向後面這裡 他們其實是設置一個餐廳 它可以透過一個大落地窗 讓球迷可以看球員在裡面比賽 之後它又是一個高級餐廳 可以讓球迷朋友們在裡面用餐 我覺得這個操作 這個互動是很好的 我相信不是每一位球迷朋友們 進來都一昧的就只是要看球 我如果是球迷 我也會這樣 比數如果真的拉開了 那我對這場比賽 抱持的希望比較少一點的時候 吃飯時間 那我就去裡面的餐廳消費 同時又可以看著球賽 這是很棒的體驗 所以非常樂見 樂天桃園他們把這個左外野席 這樣子做規劃 到目前為止 我們去過的天母棒球場 它也是在他們右外野那裡設置一個烤肉型 那個規劃也是非常棒的 那也期待各個球團的球場都可以跟進 更多這種功能性的席位 讓球迷朋友們可以參考購買 球迷朋友會有更多的選擇 其實各個球團都一樣 像現在賽前啊 就有工作人員在做打掃清潔的動作 維持整個球場的清潔 我想要呼籲 其實不只是球團他們有這樣子的義務 其實球迷朋友們也有這樣子的義務 要去把球場整個整潔把它維持好 球團他們會花錢 可能去請工作人員 請清潔公司來維持球場裡面的清潔 最重要還是要球迷朋友們 一起共同來維護 這樣子讓這些工作人員 也是可以輕鬆一點 然後這些打掃人員 也是真的很辛苦啊 換位思考 如果他是我們的父母親 你捨得他們這麼辛苦嗎 真的要留下垃圾的時候 多一下這個想法 或許你就會把垃圾帶走 多多體驗這些辛苦的工作人員 我們剛剛從外野走回來 接下來帶大家先去看一下 他們商品部 動紙趴有多一些什麼樣子的商品 走 好開心來這裡 這也涼多了 等一下 這邊有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 它有帽子 LED棒 因為今天有演唱會 這個是針對動紙趴下去做設計 我看到那一頂帽子好漂亮喔 這頂好漂亮喔 這好看耶 你不要一直拍照 你要買一下啊 來啦 這品名就你想要買給自己的 它賣得不貴1080 好看就買 不要一直拍我 你們也看一下好不好看 好看喔 買來 熱天桃園謝謝我 這品好看真的好看 我覺得它這個也很好看 這個是動紙趴的帽子 我後面有一支圓 可是那個是扁帽 我這個頭太小 我戴扁帽戴下去像白癡一樣 欸那頂真的蠻有質感的 我們上次在熱天桃園這裡 買了一件牛仔外套 我帶它去了香港 又帶它去了廈門 熱天桃園真的盡力了啦 我幫你們把它推廣到香港 推廣到廈門去了 說真的這次是我自己發自內心 我覺得好看 所以我就把它穿著 當然今天就不太適合了啦 今天真的太熱 但是前陣子真的蠻適合的 嗨嗨嗨 我跟你講那頂帽子很好看 又便宜 真的不錯 這個不用多介紹 這等一下應該就沒了 好噁心喔 在兇什麼啦 笑一個啦 零香欸 嗯 香的 欸你這好像變態欸 你怎麼那麼奇怪啦 這頂真的蠻好看的 要不然你就帶行群 然後等一下再 我抓不回來 我以為有噴殺蟲劑欸 抓不回來 欸這頂真的好看 應該這幾天都會在 金屬拼街老帽 我告訴你 熱天桃園沒有給我半毛錢 這個是我真的 真心自己 覺得值得買的 好我要訪問你一下 你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凍子吧嗎 第一次 那你咧 第一次 你最喜歡哪一位球員 我都很喜歡 我喜歡洛桶 洛桶今天有班嗎 沒班 哇好可惜 你再多來幾天 就會看得到他了 我在報紙推的youtube 你現在也已經上我的頻道了喔 這個球迷朋友 剛剛我從進去 他就一直拍我拍我拍我 現在輪到我拍他了 接著 等一下那裡好像有一些 場外活動 我們再去看看 那我們剛剛看到芸汐喔 他現在場外有一些活動 我們去看看他 剛剛他還沒發現我們 他就自己在那邊 進電梯在那邊跳舞 我們去看看他 三隻猴子 喝酒啊喝酒 喝酒啊喝酒 喝酒 說到喝酒就這麼大聲 你來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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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在最海的旁邊是哪裡 在那裡 是外來 因為我們加碼 我們加碼 雷娜 啊 揪揪錯了 對 雷娜 雷 好 今天也來 為什麼你昨天沒有來啊 因為我前天當了球皮 所以我昨天 我昨天表演什麼 唱什麼歌 唱什麼歌 自己去聽 哈哈哈哈 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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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唱棒球大檸檬的 幸會啊 涙 枯 枯 枯 你唱日文喔 枯 枯 枯 對啊 我背超久的 沒有我不會 但我是為了昨天的演出 我背了好幾天 我在家裡每天都放這首歌 即便他秀 劈詞 我也看不懂 而且我總不可能就要提那個把羅馬拼音吧 昨天的表演是順利的 應該還算順利的 OK 至少我沒有旺子 啊今天還有表演嗎 今天沒有啦 就輕鬆一緣囉 過來一點 大哥成哥要過 每次你們在這裡訪問的時候 我都會出現 那為什麼每次你都剛好要進過 我們前幾天在台南也看到康永在表現 雖然說我們最近比較辛苦一點 哈哈哈哈 喂 今天開始就 一波連勝 絕對會 OK啦 等一下 你看 瞬間 轉移 好啊 手打手打手打 你在幹什麼 不是女孩子就這樣轉過去啊 我是這樣教妳的嗎 謝謝妳喔 好啊 掰掰 妳的IG RINA RINA 底線1 底線28 大家把它追蹤起來 掰掰 加油 大咖的總是都最後才登場 我今天很緊張 因為我今天要站C位 我現在很緊張 看不太出來嗎 我現在好緊張 妳是很冷喔 好緊張 怎麼辦 還是妳等一下上去跳 換妳啦換妳啦 今天跳心舞 等一下認真拍 要不要換一台機器拍 賣個專業的可以這樣 我趕快從台南再調派人手過來 好妳趕快剩兩分鐘 我叫她坐直升機過來 等我的人到妳再跳喔 好等一下就看一下他們表演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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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妳是 現在當小妹 最年輕的嗎 現在最年輕的是李玄 18歲 那怎麼不是18歲的出來一點 是妳 因為我今天是直升 而且今天沒有玄妹 我今天最菜 今天怎麼跳 從哪裡 從一壘跳還是從三壘跳 我拍到邊疆去 我在鑽石區 鑽石區怎麼會是邊疆 妳們一出場都是 最閃亮那一顆心 真的嗎 那妳等一下會來嗎 會 我一定去找妳 IG 打熊女就有了 不要再一場串 她是唸了一場串 熊女就好了喔 好大家把她追蹤起來喔 追蹤 現在比賽已經正式開打 那我們剛剛答應熊妮 我們要去看她 她在外野 在那邊嗎 芸汐啊 好先去看芸汐好了 再不要近 看到她 滿頭大汗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熱 連我在這裡都流汗了 站著沒有跳都流汗 你看她跳成那樣 那熱天桃園 我覺得這一個席次 設計的很好是 她讓小朋友 也可以一起 跟啦啦隊一起跳舞 讓小朋友 可以在這裡放電 來這裡運動 我覺得可以加深 家長 帶小朋友進場來的意願 而且小朋友會覺得很好玩嘛 你看她跳得那麼開心 而且啦啦隊又會跟這些 熊民朋友們做互動 我覺得這次很棒了 現在才一局上半 熱天桃園打了四隻安打 到目前得了兩分 跳得都快昏倒了 但是還是非常敬業的面帶笑容 那今天熱天桃園在第一局 就打下了一個 目前看起來應該大局啦 同時給方長勇喔 進場的主場喔 非常大的行星 這種話不要講得太早 才第一局而已 我們現在接著到大樂放鬆區 去看一下 那裡今天也有女孩子在那裡跳舞 這裡比較好 這裡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這裡曬不到太陽 不過那兩位還是跳得非常賣力喔 那我們看到這裡 上面已經有一些buffet 有一些球迷朋友們在這裡用餐 觀賞球賽 又有女孩子 美麗的風景可以觀看 這位置好位置 那詳細 他們的售票怎麼賣 到時候再請大家可能 到樂天球團的官網去看 我們剛剛看到一局下半 都已經突然打了三分喔 你看藍藍 藍藍加油 他們不想看我跳啊 他說現在真的非常熱 所以這裡叫大樂區 因為會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轉過去拍了 但是現在左外野手藍藍倫離我們 非常非常的近 藍藍倫加油 他給我這樣 第一個打是打出安打了 持續留在義軍 他也希望說他可以繼續 保持停留的在義軍 再戰十年 祝福我這位同學 而且他的球褲已經髒了 那代表剛剛有髒了 而且他的球褲是很緊的 我不知道在緊什麼意思的啦 就讓他專心比賽 他的球褲真的好緊 他的球褲真的很緊 大家再回去看轉播 注意一下藍藍倫的球褲 他後面那個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因為你們香啊 你看他都不會來我這裡 他們現在正在躲蜜蜂 你不要攻擊他就不會了啦 我可以打你屁股嗎 不行啊 你不能打 不行啊 正時說我們 拉拉隊真的是香的 而且他都不飛來你這裡 你們真的比較香啊 我跟你呼吸到不同的空間 你知道嗎 我這裡是180的 這樣就不會了 我這樣差不多 對對對 你這樣沒錯 希望他不要再飛過來 他剛剛停在他屁股上 我到底該不該幫他 有人可以幫我解答嗎 你打下去就已經不是睡陽台 可以解決的了 我想幫他們化解這個危機啊 找在那邊 自肥 我們看到熊女跟凱莉絲 我的同學 現在我們來到熱天桃園的這個舞台前面 海景第一排喔 那剛剛後面的朋友有提醒我 現在領先 所以我可以過來 那我也期待說今天喔 熱天桃園可以拿下勝利 讓我開啟主場連勝之旅 我最近有個問題想問 為什麼你現在人又坐在這邊了 我們是來這裡做一個中繼休息 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的重點是動直趴 今天這些拉拉隊 只是要拍攝給大家看美好畫面 我絕對不是要拍拉拉隊 我跟你說 你現在坐在這裡 布包已經得了一分了 我剛過來這裡的時候還3比0領先啊 打到壘包欸 我才剛來這種打到壘包彈出去的安打都出現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我的關係嗎 我先走齁 我先走我先走 我們先回到我們休息室 這個飯局結束我們再來 不可能剛剛那顆超邪門的 他是打到壘包彈過去 我跟你說就是因為你 坐在這邊 完蛋完蛋3比2啊 死啊哇 會跑 三局下半 我回來了 我剛剛一上去 之後馬上雙殺 我聽聲音應該是凱莉絲跟熊女啊 那妳看吧 剛剛不是要走妳沒有回來 我有走啊 剛剛一坐下來 就被得兩分 然後剛剛因為想要舉出來讓他出餐 喔紅牌 等你回來然後又舉回來 我有個問題想要問妳 雨昕剛剛再走外一點 然後有一隻蜜蜂 他們非常非常害怕 結果那隻蜜蜂 停留在他的屁股上面 所以你伸手 我到底該不該救他 他非常慌張 他一直叫我救他 他屁股一直這樣過來 但是我又 不對啊 兩個選擇 你犧牲你自己 趕快靠過去給那個蜜蜂 頂 另外一個就是狠狠的給他 那個 我就不說了大家自己留言 打下去 那我就完蛋了啊 欸你是為了救他啊 犧牲你自己的手 剛才這蜜蜂其實是我遙控的 你先說的蜜蜂就是你本人 真的蜜蜂啊 回去看影片 啊你後來怎麼解決 趕快走 我沒有打他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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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到底那個時候 我該怎麼辦啊 抱掃 不要我不要我 好你趕快休息 好辛苦了 謝謝謝謝 好那這場比賽 比賽結束了 樂天桃園 8比2 獲勝了 沒我的事喔 那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現在的動子趴 而且我們Sunstar的隊長 今天是受邀的嘉賓 所以我們來拍一下 協志哥他的表演 現在我們回到後台訪問到了協志哥 協志哥剛剛我有發現啊 你在唱第二首歌的時候 好像特別的用力一點 這個是因為旁邊有兩位拉隊女孩的關係嗎 應該不是耶 我覺得你們一定都會覺得說 好像跟女孩們唱歌應該心情會很好 但當你們有長時間跟他們待在錄音室 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小子我是沒見過 因為他是我離開之後他才進來 可是我以萱也是那時候 在樂天的前身 Lamigo的時候 選秀的時候選進來 大概對他們的狀況都還蠻了解的 第三首歌是 難過的一首歌 有一些難過 你聽了會難過嗎 會 對 但我剛剛其實一直想讓大家很開心耶 但是我們看的都很難過 好好啦這樣也是OK的 對因為我剛看到下來 其實有一群樂天女孩去圍著你 他們好像眼眶紅紅的 因為隔多久了 那應該有個四年以上沒有回來了吧 這個也不是什麼老王賣瓜 但是那個時候我在Push 當時叫做Lamigo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的拉拉隊才剛剛起步 每一隊大概就是少數幾位女孩 稍微有些知名度 但是我就是反方向操作嘛 因為我當時就是一直覺得 為什麼拉拉隊不能是女子團體 那為什麼當藝人呢 就不能當拉拉隊 他們有一個球團的Background 我覺得是現在演藝環境缺少的 所以那個時候算是做了蠻大的一個推動 好那我們知道說 洞子趴舉辦到今年已經第十年了 那你好像每一屆都有參加對不對 沒有啦沒有每一屆 我上一次來洞子演唱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是六年前還是八年前 人都老了頭髮都白了 是有一些沒錯 那我們頻道其實也有很多喜歡你的觀眾朋友 謝謝謝謝謝謝 那眼眶什麼話想要對他們說 很謝謝你們就是支持常永 我覺得他超棒的 因為你的球技一定沒話說 大家都是因為原本是球員 然後球技很好 然後很喜歡你 瞭解你 然後到你離開了職業棒球之後 其實這是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 我相信一定很辛苦 但是你也一定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可是有用心的人得到回饋 這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辛苦都值得了 很謝謝你們支持這個頻道 以後要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也都有在看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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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協志哥剛說的這段話 其實有一段是說錯 他說我球技是沒話說 就是有話說所以才被釋出 沒有啦那個是那個是球 沒有說完 OK謝謝協志哥 謝謝謝謝謝謝 剛剛動子趴也告一個段落 說實話我聽到協志哥唱那首我難過 真的是唱到心坎裡 那因為也有一些版權的問題 沒有辦法把它播放出來跟大家分享 剛剛那一首我難過 我們看到樂天女孩其實是真的有掉眼淚 那我不知道他們之前是有什麼樣子的過去 我不清楚 但是就我在現場聽到連我都難過起來 所以這首歌的名字取得真的很好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體驗動子趴 真的非常的開心 那也同時覺得真的非常震撼 尤其樂天桃園棒球場 難怪有那麼多演唱會要在這裡舉辦 他們的設備是真的非常的齊全 那也期待說我們國內的所有棒球場 都可以一樣這樣子跟進 球迷朋友進場的觀看體驗可以更好 可以吸引更多球迷朋友們進場 一起來支持台灣棒球 那同時也支持你們喜愛的球員 那今天的體驗動子趴就到這裡結束 那今天樂天桃園贏球了 主場開始啟動連勝 那影片到這裡結束 大家看到了 有一點大人 快點 就到這裡結束 也對 它進入 在那裡 在那裡 你很難聴 我們來的